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考这就是很多考生的这种心情 我们开头我想请你们两位看一段有名的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就叫高考 说的是高考前一天班主任给学生们您听听怎么布置 咱们来看看 这个一个是不管周末岁年资料如何 我们都将也必将打开胜利之门 在开考终身即将敲响的时候 我会在这里真心的为大家祈祷的 朋友们 终身即将敲响 七班人已经整装大发 我愿我的将士恩怡百倍的信心 无坚不吹的勇气 坚定的意志 顽强的作风及空城白色 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卡贤 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我叫123 大家一起叫齐开得胜 123 齐开得胜 战争战争状态 战争状态 老师已经身世历劫 大概是这一段忙都不得了 对吧 没错 您作为老师您各位有机会 其实我们也体会 怎么讲 什么道理第一 本人没有正式参加过高考 啊 年纪教授怎么回来了 对呀 香港 因为那年呢 我这文革前呢 本来我应该是在1963年高考 后来生病到六四年 总算高中混毕了 又是生病 说不符合高考的身体的标准 所以我就没有高考 你像这一次高考 他们说考生下降了 少了 甚至前一阵还说重庆那边 有人说什么读书无忧论 所以有些高高高高中生退出高考 是这个原因 可是你知道 在我是85年参加高考的时候 我扮演了个什么角色 我的同桌一个男同学 平常在班里考试成绩第二名 他是能考上大学的 可是零考那几天不来了 跟老师说退出 老师专门让我到他家 劝他 他却是一个什么原因 他怕考不上 心理压力大了一个什么程度 他说万一考不上 那就多丢人 我当时觉得你一个逻辑很奇怪 你怕考不上 你怎么就不考了 最后真就没去考 哎呦 我还有个经历是这样 就是7778年的时候 我做老师 我自己想高考 但年龄过了 不让我考了 那么好 我就帮我的学生 我在教中学帮他复习 那个时候天天晚上 他们来复习 那复习什么呢 他复习语文 复习政治 我什么都复习 反正那个时候 甚至有次化学 我说你们这个不对 分子量 我记得我跟他一算 我不比你快吗 因为门门都多吗 不是中学 这个反正越并越有学过吗 但是那个时候还干什么事 帮他们拆题目 就好几题啊 当然了 那个拆题很荣誉 比如说抓杠治国 这个肯定要考的 就果然就考了 那么那个作文题目呢 就在抓杠治国的日子里 也考到了 这是我十七七级的呀 不不 我考的 我记得那是什么 我的战斗的一年 还是什么 但是有后来有一年 有一年上海就考到这个题目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历史里面就猜 那么猜什么呢 比如说台湾自古以来 中国领土你的准备 有一年果然准备到了 所以我总觉得 那个时候高考比现在 没像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重视过分以后 未必就是好事 所以学生压力一来一大 但是您说重视过分啊 今年这两天不都在聊一个话题吗 我看到手机短新闻上 说今年高考考生减少30万 然后呢 开头是说 说这样好啊 大家开始多样选择了 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有的人上什么职专呢 有的人上什么技校啊 甚至还有的一种解释 说现在好多孩子啊 直接到美国参加高考去 到美国上大学去了 是吧 这多条路 这很好 还有一种说啊 现在大家觉得上大学有什么用 一样找不着工作 叫新时代的读书无用论 对对对 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所有这些言语 加在一起了吗 再加上经济危机 面前摆着上一届的大学生 确实是百分之多少 找不到工作 现在有的五岁以上 对吧 还不止 那但是问题呢 我是觉得你这个讲这个话了 我们现在往往看绝不都对 但方整体呢 有些研究讲不清楚 你比如这次缺少30万 那么请问你 总数招多少呢 总数没人问 还有一个 总共报名多少人呢 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本来就只有百分之 多少的人 你说现在 减少多少还是很多人考不上 一千今年招生 到现在为止 报名是一千零多少万 那么你算就算一千万 一千万减少三十万多少 百分之三 那我还听到一种解释 这个百分之三人说明那么多问题吗 我还听到一种解释 是更神呢 说是1985年到1990年的这个这个什么出生人口下降 赶上这时候了 所以本身人口就下降 90后都是独生子女 当然这个 那么这个呢 道理也有的 因为教育部的发言人 他就是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么他还举例子 我觉得有个例子倒是 如果真的话倒是值得我们考虑 他说大多数省市都减少 但是呢 他说广东今年报考增加三万 还有江苏也有略增加 那你这种不能说广东就没有就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呢 正像您刚才说的 这些原因都是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还弄不明白 哪个道理是主要的 对不对 那你比如一个风机扭转就那么快吗 一下子都说无用的可以 这么厉害 但反过来讲 就业 那么就业人家又家长这么想 我已经培养到高中了 我这要记下 我早就不要培养 我现在经济不好 等到他毕业还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不要急于下结论 我们总是非常 还有各种原因 现在讲的呢 都是原因 但是要说某种也一定主要的 我觉得这个话还很难 您说这个大学 要为孩子找工作负责吗 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这大学没办好 这个也是两边说 您先 您说 这个我早就说了 找不到工作 首先要问政府 找工作要政府 对因为我们国家 你说这个 都是 这个调度什么 都是政府 你这不问政府 问谁 问大学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 现在找不到工作 好多人说 你大学培养成人才 还不如绩效的 不如大专的 那么问题 办多少大学 办多少大专 是随其定的 不过您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全职 全能的政府 那就是这些个人 都没有什么可选的 反正 我只有上大学一条路 反正上完大学 你政府得管我分配工作 那不就又回到 回到我们当年吧 我们当年 确实我们那时候 就是毕业 就是国家 你只要进到大学 但是我知道 现在除了国家不分配以外 其他跟你们上大学 也差不多 你说大学有多少制作权 您要什么制作权 那比如说 我前几天 有记者采访我 听说你们上海现在 他说这个 今年减少了招本地生 增加了外地生 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了 因为我也不是上海教委主任 我也不知道 好 然后他又说 又说这是因为你们上海本身 自己招生数少了 并不真正重视外地了 我说我也报上看到了 但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说你问我干什么 上海哪一个大学 是自主招生的 这都不是教育部 跟上海是分配的吗 所以这个问题 关键谁决定的呢 教育部定的 对啊 你说哪一个校长 不想招最好的学生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就是一个现象 你要看 就是他背后 到底是什么因素 在其主要的作用 但是那您推到政府那儿 我再往前推一步呢 如果政府他 实际上他改变这个政策的 动机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发现了 就是说外地的学生的这个比例偏低 所以他要调整 然后那他也是一个好的动机嘛 就是至少 那么那么所以说你的有这些事要跟政府去提 要推动他这个改变 对吧 那么你的 而不是说这个你找大学 大学呢 大学最多把这种情况向上面报告 因为呢 我们讨论很多问题呢 都要在具体上 比如说中国的大学今天如果都是自主的 包括课程是这包括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造成社会上对教育很多问题要找大学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主要比如像我们复旦大学或者北大清华 这都教育部直属的 那么很多事情包括课程设置 包括什么方向 包括要办什么研究性大学 那都是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那年扩张谁决定的 甚至不是教育部 只有国务院决定扩张 这个就见儿媳妇挨骂了 实际儿媳妇还得听婆婆的呢 对对对 咱们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到这个现在的大学生啊 我还有一段短片给您看看 就是有点恶搞 但是呢 咱能同程看到现在大学生的这个状态 咱们看看 好好好 嗯 看看 同学你为什么而读书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找别人吗 同学你又是为什么而读书 我为拿一个好文凭将来找好工作而读书 同学你为什么而读书 我为中华而读书 都是高中生 思想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是什么让你有如此鸿鸿之质呢 大姐 一包中华很贵的 我刚才说做了一个高中生 就是迎接高考的高中生 他对 前几天啊 还有个人跟我聊 就问我说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你什么感觉 我就发现我的头脑啊 还是停留在我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我去我说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像大学生 为什么因为我脑子里的大学生啊 我后来琢磨琢磨 其实都有点现在 类似于现在被人们称为精英的那一群 因为我会觉得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去干什么 不是去求知识吗 虽然也不一定在课堂上得到什么知识 但是至少学校里的气氛呢 是学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图书馆捧着这么厚的 18世纪法国哲学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真的想求学 想爱知识去的呀 没说是找工作 当然大概找工作是顺理成章 所以不担心 因为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还是国家包分配的 是不是 正处于快步包了 我就是自己找工作 你自己找还是少数 多数还是包的了 对吧 那这个当来想法就不同了 但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 当然我没有上大学 但是我的同学那个上大学 你要问他 那肯定是为革命 对啊对啊对 你说我像做教授 干什么像做教授 这不是百算道路吗 为什么不像做普通工人呢 就是那个理想 所以当时在讨论 就如果多做普通工人 要咱们念大学干什么 做大学就像做资产结家 当然就是普通劳动者了 对吧 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自己想做什么不对的 所以当时还分配那个资愿 我记得最清楚 我有一个同学 平时外语都不及格的 高中的时候 突然那天跑到了 叫我去服事 我说你这还能服事吗 服事外文系 哈 我说你不说错了 你怎么服外文系呢 他说 咱们通知我的 那叫我你赶快今天帮我忙 帮我什么忙呢 你跟我口语 我知道教授中哈娃娃娃叫起 叫thank you 什么什么都教授 学会了第二天说其实后来才做通行事 因为当时呢要挑一批政治上 拔尖的家庭出身好的人 让他学虚有余种 结果他马上顺利落起 学什么 学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现在可以去中东调解了 那当然那你说这情况下面你像你这个现在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倒觉得刚才那个骗子虽然有点恶高 但是呢小孩子让他把真话说出来也不是坏事 是一个社会大多数人为了个集体的目标上大学 这正常的对不对为了集体的目标 具体的目标 甚至是为了工资高吗 这也可以嘛 你总不用我上大学为了工资价低一点 对不对 我中华牌买不起 但是问题呢就是要引导他呢要正当 对吧正当的竞争 对吧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的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的享受 你看这个目标的转移就是这种像实用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全世界好像也有这么一个趋势 60年代的时候咱们这文革也是大家都在谈革命世界什么西方也一样 60年代的生人不是60年代 60年代上学的那批全关回来社会 对吧 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确实普遍 包括美国都也在谈这个就是什么me generation 我一代他都是他上大学他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过好生活过鸭批式的生活或者挣大钱 然后现在他经济危机以来也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这奥巴马也在说要重新唤起年轻人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你上大学不要 因为他有一个统计数字发现前些年这些哈佛 有一年是怎么哈佛的毕业生的百分之多少就一半以上 全都去了金融界 华尔街 制造了金融危机 完全不是为社会理想 就是为了自私自利 好办法呢也是有道理我刚才讲这个不是说我们鼓励他 人人多质 是 你要明白一个人群里面总会有人他对某个知识或者某一个兴趣 他特别特别努力 你放心 也总会有人 他在有很高尚的清朝 对吧 那么再加上你主流文化 你政府 或者你一些公众人物 你的积极的领导 那么这样的人会有的 但是这样的人不是多数是少数 也就够了 我经常被问到 因为我做了那个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 有很多年轻人来问我 好像你们的八十年代的时候 怎么那些年轻人都那么有理想 现在都不行了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八十年代 他的大的话语 整个社会话语 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语 那个时候其实理想主义是个时尚 时髦 时髦 大家你那个时候要说 我就是打我一点小算法 我上大学就是为了自己 很丢脸的 很优俗的 其实现在的真的年轻人里边 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那是真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益 他不需要包装自己 他不需要做假话 但是你注意 你去访谈的对象 那有的人现在还保持理想主义 但有的人根本也不是理想主义者 而且还有你访谈的人 已经比较理想的 你才会去 真正明染众生的人 或者甚至有的人 你投肺已经不行了 你不会去 你也不知道 大部分人还是要实实在在过日 对对对 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且这个社会是正循环的嘛 你追求个人的幸福 你不要靠给社会提供服务来交换吗 如果每个人都做的好 社会不就好吗 我还有这样的例子 我经常会收到有的学生给我来信 那么其中什么呢 有一个很典型 他说我从小是喜欢历史的 但我的父亲是个暴君 一定要我去念金融 那么我没有办法 我太乳雀了 所以我不敢反抗 那么现在呢 我在一个保险公司里面 过着人家屯羡慕的日子 但是我想 我现在到了反抗的时候了 我想重新来念 念历史 跟你来念 对对对 你看 所以你 你压不住的 那么当时我倒反过劝他 我说你父亲已经报 你就再忍耐忍耐吧 另外你要知道 你有机会到我们这宿舍 赚一圈 到我们吃吃饭 你知道你这个钱都会没有的了 你这个自己 教授教给他 不是你会不习惯 所以我是怎么劝他呢 你再接受钱 到一定时候 刚才工作辞掉了 对 像那么你再来认真念历史 到时你父亲也能接受了 你再忍耐几年 那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呢 以前呢 从我们小时候开始 都是理想真是 玫瑰式的 这个世界这么好 但是很多人一到社会呢 就碰了钉子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基本的谋生的能力 你必须要有的 它是很多事情的一个基础 对 包括我就见到过很多 就是在美国有一些作家 你后来一看 他以前比如他其实是个医生 或者他是个律师 或者他什么什么 他已经把那个职业全都摸透了 做好了 钱也做正好了 这时候他说我真正的passion 就是我真正的激情是写作 他停下来 这时候他就不会像一个穷作家 因为你要知道在西方很多作家 是根本不能靠写作来生活的 这个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说实话都受影响 很扭曲的 你自己就 比如说你就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可能都很阴暗 因为你自己的境遇就很不好 所以你写的出来的这个世界都是歪的 你知道吗 我的感觉就是一切的一切啊 你呀先得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对 是吧 什么都得从这儿先开始 咱们去下广告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都跟您的学生说谋生是第一位的 对 可是怎么最难的就是谋生啊 所以呢 我是这样看 那么家长也好 个人也好 老师也好 都得给这个孩子呢找准他的位置 我一直这么说 任何一个社会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上大学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上大学的 这不是说他这个社会不平等啊 就他有的人 比如他自己他用不到上 或者念对他并不有利 对不对 那么上大学你也不人人都要进北大清华 更不是人人多进的想进的 他学校要分流 一个社会要分类啊 你到美国很多人都不是就社区大学毕业 就是然后流水现在生产 他的日子不比你教授难过 但是我就是这东西有没有一个社会 有没有等级啊 好比说凭什么我的孩子做工人呢 没上过大学 可能将来找个对象 找个女朋友人都瞧不上啊 那么这不是社会有等级 你头脑有等级观念 对不对啊 你说奥巴马这样 那么这中共讲起来不是个杂种吗 这个人对不对 而且还是问题上 其实问题 那他现在大家都觉得没有人 当然也不是没有 就是主流社会多认同 所以你比如找个工人 那么工人如果真的像我叫工人阶级 领导阶级 你知道文化革命那时候 我还没结婚人家 说你教师要找个工人恐怕判不上来 你别弄错 工人阶级那多厉害 所以这个关键不在于他本身 怎么看 对没错 我的那个住宅区里边 那时候我们高考的时候 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的 又突然有了高考的机会 所有的人都要孩子必须考大学 但是我一个中学同学 一个女生 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习非常吃力的 她兴趣完全不在这 就是高考那落选那一天 她是最高兴的一天 终于 解脱了 再给你补个极端 之后她就去两遍了 你知道 里面了 你好好干 知识青年 然后那个书记跟你说 好好干 把你放到小卖部 放小卖部 小卖部贵族 就是小卖部 又能买东西服 这个博业清 所以你说这个标准 如果这个社会都比较理性了 家长学生都很理性 大家就平静的对待 但是你像现在 但是你现在社会 有些您可能都想不到的 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 说这个女大学生 大学毕业 找不到工作 在写的那个都到什么程度 就说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我去找工作 叫卖艺 嫁个男人 有钱的男人 叫卖身 我是要卖艺呢 还是要卖身呢 走向2010 您是觉得他卖艺还是卖身呢 那么如果你把艺看成商品 你如果把身杰看成商品 那我则不出